同学们好,今天我们来练习山水画中树形的第二节,二卓画法其一 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就是把两棵树组合到一起 用毛笔还是用小一点的小白云或者是中号,大号的也可以 控制好水分,润好笔,笔尖沾末 视笔,控制好速度,一定要控制好速度 一般我们处理两棵树的时候,一个是有一个一大一小的树形 或者是一小一大之间的一个交叉树形,无非这两种 那我们在处理树形的时候,一个要看它的最高点最低点的一定的比例 尤其是在最低点处置的时候,不要让它一样,一定要凑落开 上面树形之间多少会有一些呼应的关系 我们说一小加一大叫斜幼 一大加一小叫辅老 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来分别练习一下 我们先来练习二株的分形树形 学在前可以先画谁,或者是两颗分开的 遮挡关系不明显,我们先来画这颗小的 还是从中间起笔,一般中间都是比较主要的树干 注意粗细的变化 里面线条的底下关系,跟树形的走向要有所呼应 像左侧一般都是上面,叠着下面,往这边伸,让右侧会跟它相反一些 这边伸出来一个树枝 鲜的和厚的就都有了 煮树干要粗壮一些 鲜肩每次补墨之后,建议同学们还是多去试一下 再去画 然后上面的树枝和已经画好的质干要有相应的叠加关系 先比较慢,画相应的树形 粗细控制好 这边的树形慢慢来往左边延伸过来一个树枝 变成单钩去加一些小树枝 单钩的小树枝也是要注意一点粗细变化的,越往上越细,不要太对称 其他的树枝可以补充一下小细节 我们再在旁边画一颗,跟它不一样高的,略微大一点的,但是整体分开一些 因为这边的树枝是往这边走了,所以我们这边的树呢,略微往右边倾斜一些 底下的位置不要太一致 一般我们会找一个树洞树基这里,去处理起笔的造型 那有一些顿笔的动作会更自然一些 我们在处理组合树形的时候,更多的是看它的隐形和乌印关系 可以略微的有一点遮到 用笔,送笔要带到末梢,笔的末梢不要涂快,除虚线 虚笔尽量少有 这个也是在树之后面的一个 即便它是往后伸,它也可以往前一点再去延伸 这样的树形就逐渐丰富了 这是分开的二组型,也可以把树形画成交叉的树形 我们可以先画一颗大的,画成这种斜柚的树形 先用我们主树干的话,也可以让它用笔再粗一些 显得更加油,结构感更结实 整个树干之间都可以有相应的遮挡 这是煮树干,慢慢变细的一个过程 大的质干关系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加小的丰富细节 包括里面树干的纹路 可以加出一样面来,再加一颗小的这档关系 有点凑合开,对比要明显 这个小的要比较小 然后我们伸过来,看从粗细上就知道谁大谁小 也可以从墨色的浓淡上来分 然后再画小的树枝 添加纹路 这是一个一大加小的辅老树形 二分,还有别加交叉的这种树形画法 树形就画好了 同学们在画的时候,一个是注意 树枝之间的穿插关系 留有的一些细节 前后左右 不同方向的出枝要灵活多变 不要光从一个方向去出枝 树枝之间的遮挡关系错落要自然 树形的对比要明显 尤其是主树干的粗细和小树干上面的树干的粗细要分得开 希望同学们能经过树形的造型练习提升我们的造型能力 你学会了吗?喜欢就点个关注吧!